感谢神请坐 在我们祷告之前我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赞赞应许之地 请看四世纪的第二章 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 那世代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神 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那耶稣亚过世了 然后人继续服侍 那人继续跟着这些长老来敬拜神 可是又有那另一个世代兴起 那些人归了自己 那些人并不知道神 他们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 那这是他们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当上个世代人归了自己的列祖之后 新的世代兴起 并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 所以问题是这是谁的错呢 是上一代人的错 还是这一代人的错误 当然这个时候是谁的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识神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有宗教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宗教教育 从小幼稚班开始 一直到高中生 甚至到大学生 都有不同的班级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班级呢 是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认识神 那上一代的人也要将自己的见证 自己的亲身经历 跟下一代人来分享 对我自己来说 我很感谢神我的儿子 可以在教会里面出生 当他出生的那一天 我们回到家里 我就念圣经给他听 他喜欢上上看 看向天看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所敬拜的父就住在天上 那我有时候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我还是要到教会去讲道 我们全家人就跟我一起上教会 那在这其中其实他也学习了许多 当我们说要祷告的时候 他居然会把自己的手合起来 然后摇动他自己的手 我们没有真的去教他 可是就在他观察中 他就学习到了 当然让一个小孩子把手合起来 在祷告的那种状况 真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有福气的 他真的是有福气的 他早上到晚上可以看到我们一起聚会 一起祷告 对我自己来说 我是27岁才来相信主耶稣 27岁来信神已经蛮老了 我感谢神让我能够认识他 然后也让我的小孩子可以生在教会当中 那也是我的责任 我要教讨他来认识神 那我希望说有一天 我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 我的小孩并不会说 他并不认识神 他不知道上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 身为一个父母 我们就是尽力在主里面让他们来成长 可是这也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在教会里面成长 可是你如果没有尽力去做 他们有什么机会可以来接触到神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 在我有小孩出生之前 我的侄女侄儿就来跟我一起住 虽然我尽了全力 可是有两个人已经不来教会了 对不起是三个已经没有来教会了 虽然说是很难过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是我的错 因为我已经尽了全力 可是对我来说看到他们不再来教会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都会过去 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神是谁 我们的神有什么样的作为 十一节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巴力 他们之前所做的错误就是让这些外邦人居住在他们中间 现在他们做了什么呢 因为他们行了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 还去侍奉巴力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一定要很注重宗教教育 注重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信仰生活 因为他们如果不认识神 他们生命中会出现了许多邪恶的事 他们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这边 已经行了很多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 十二节 他们离弃了领他们的神 如果我们的小孩离弃神 我们是多么的难过啊 他们离开了这个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他们不但离弃了他们的神 还去叩拜别的神 他们不但去拜其他的神 他们也去跪拜叩拜这些其他的神 如果我的小孩这样去做的话 我一定是非常的难过 可是身为一个父母 我们尽我们的全力 我们教导他们去敬拜神 可是如果他们去跟了别的神 我们能做什么呢 他们还去叩拜了这些神 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神像或是巴力来拜 可是我们的小孩子有时候跟从了许多世界上的事 当然有好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你可以有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 可是如果因为要追求这些离弃了神 是不值得的 在我这个年纪我觉得 我宁可我的小孩没有钱 有神 也不希望他赚很多钱而离弃神 当然最好的是他能够有好的教育 也能够有好的工作也能够有神在他的生命中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什么是没有钱 什么是生命中一无所有 绝对是不好玩的事 如果我们有好的生活 我们也一定要有神才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我们的小孩就是最有智慧的 如果我们小孩把神放在第一位 他们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因为那些把神放在第一位 去信靠他 去遵从他的人 神不会离弃他们 在追求学问 在追求好的工作当中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来追求神 在今天来说 不简单来做 因为在他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影响 不是只有在外面 甚至在他们的房间里面 网路还有这些三西产品 让他们没有办法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十三节 他们离弃神 侍奉巴利还有亚斯塔利 一 他们不听到神的话 然后我们去拜巴利 他们还去拜亚斯塔路 所以你走下坡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停止 因为这是一直往下动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不要走下坡 因为他们在山上往下跌的时候 他们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神就发怒了 第四十记二章十四节十五节 十四节 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这个句子在《诗诗记》里面讲了非常多次 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神非常的爱以色列人 神只是希望他们来遵守神的诫命 神要他们除去他们当中的外邦人 现在他们去侍奉巴利 侍奉亚斯塔路 神的怒气就发作了 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人的手中 交扶他们在世洲仇敌的手中 他们并不能站立得住 神并不希望这个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神要给他们一个平安喜乐 安静的生活 就像今天神也是要给我们这样的生活 可是要有平安喜乐的生活 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 如果我们继续地将别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 神的怒气会向你发作 结果他们就被交在了敌人的手中 神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他们就不能站立得住 这是很不好的生活 我们身为神拣选的子民 我们应该在敌人面前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可是如果你不把神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 可是你会被交在敌人的手中 因为我们跟神有约 这个约是生命跟平安的约 如果我们毁了这个约 生命跟平安就不再与我们同在 这个生命跟平安就不再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他们的生命可以充满了平安跟喜乐 我一直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彼此相爱 我们也爱我们的丈夫或是太太 可是一直到我有我自己的小孩 我就感觉到说我对他的爱 跟之前对其他的爱都不一样 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 他非常的小 只有五磅 一个盎司 他非常的小 只有五磅 一个盎司 这时候我就把一个小床搬下来 所以我们三个人可以睡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 我就看到我太太怎么睡在这个椅子上 一般来说他如果坐在这个堂椅上面都是抱着我的小孩 因为晚上很晚很黑看不太清楚 那我半夜起来的时候有一半半醒半睡 那因为我的小孩很小我想要去上厕所 那我并不知道说小孩其实还躺在这个床上 那我走的时候不小心就快要踩到我的小孩 我的太太突然大叫说这个小孩在床上 感谢神这个时候我太太突然这样大叫 不然的话我两百磅的身体就会踩在我的小孩身上 这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想要拿一个刀把我的脚砍掉 想说我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举动 虽然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举动 我自己心里觉得非常的过意不去 觉得难过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了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身体 这时候他也为我们舍了他的宝血 就像我为我的小孩愿意付出一切 我们的神也为我们付出了一切 每次我的小孩生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觉 就是非常的难过 我记得当他出生的时候 当他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屁股中间长了一个小小的瘤 那这个瘤慢慢的长大 那因为是在屁股的中间 所以很容易受到感染 那这个医生就说我们唯一能做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可能是一个水泡把它刺破 所以我们就带他到诊所 所以我们就带他到诊所 那第一个医生进来 他想要把这个水泡把它刺破 我的小孩叫得好大声 当他大叫看着我的时候好像对我的呼喊说爸爸赶快救我吧 我的心都快要融化了我没有办法忍受他这样子受苦 第二个医生来了 因为第一个医生便没有办法 第二个医生来了 可是还是没有把这个水泡能够打破 我的小孩就是一直看着我好像一直哭着说爸爸救救我 这医生无能为力 可是他受了很多的苦 我们就到了一个专科的地方 这个专科医生也是非常的粗鲁 那我觉得说这个医生对我的小孩这么的粗鲁 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就问说如果你把这个水泡现在拿走了 还会再长回来吗 他们说是的很高的机会还会再长出来 我们说如果他没有受感染的话 那这样子的水泡在那边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他们说如果不受感染就没有事 我告诉我的太太说我们不要做什么手术了 我们就回家为他来祷告 因为看到他痛苦我自己觉得好像要死了 我们回家 弟兄姐妹帮助他祷告 一个半月以后这个小小的水泡就不见了 这样的经验让我体会到说神是多么的爱你跟我 我虽然爱我的太太可是我没有像同样的爱 像对我儿子这样子的爱 我也可以了解说神是多么的爱我每一个人 所以让神有这样的怒气发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一定是行了很多的恶 神一定很生气他们去侍奉巴利跟亚斯塔路甚至跪拜在前面 你可以想象你细心地照料你的小孩 可是他长大以后却是叫别人爸爸或是妈妈吗 我曾经分享过我小孩出生的时候 95%都是我在帮他换尿布 他大便尿尿或是吐在我身上 我通通都没有关系 通常因为我要照顾小孩 所以我有时候会睡在另外一个房间 这样子我睡得比较好 然后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照顾小孩 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我就可以听到 我的太太叫爸爸来清大便了 当然在开始我觉得 我刚开始想说怎么这么多的尿布 但是几天之后我听到这样子的呼叫 我就很开心地赶快去帮她换尿布 这只有爱才能这样做 所以当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发生 看看15节 他们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就像神所说的 又如神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痛苦 最糟糕的是他们把神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因为神是万能的 祂掌管万物 他们不但往哪里去这个灾祸 神就以灾祸攻击他们 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告诉他们的神像 他们说这是神会做的 因为如此他们便极其的困苦 所以当你的生活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极其困苦的时候 你要来思想你跟神的关系 你的生活是公义的吗 是圣洁的吗 你在你的生命中把神放在第一位吗 那当然身为基督徒 我们偶尔会觉得生活有点困难 可是如果你常常觉得极其困苦的话 这样子是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神 是平安的神 我们应该常常感到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去 去求神的喜悦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去 去求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来跟神讲话 向祂祷告 当我小孩两个月的时候 他说Daddy 当我小孩两个月的时候 他说Daddy 当他说的话我不敢相信 他现在还会说Daddy 他现在还会说Daddy 我很期待地说有一天他可以真正地跟我讲话 现在他讲的话是让我听不懂的话 所以这是让我体会到说神要我们怎么样来跟祂讲话 神要我们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 用喜乐的心来跟祂交谈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前面来祷告 我们请传道来为我们按手 请为灵恩会祷告 请为灵恩会祷告 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明天的布道会祷告 请大家一起到前面来